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自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相信你们在家里 蒙耶稣的祝福 我们大家都有圣灵 在保护我们身体健康 好 我们请听说到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点美好的机会 可以聆听你的话 也可以歇息你的话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声上感恩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阅读 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哎呀 这个境界真的读起来呢 很容易 但是呢 当我们碰见了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就不容易了 我们继续在谈 当你遭受委屈的时候 应该怎么面对 我们从耶稣和耶稣的身上看见 即使因被人做主受苦 或者被人 呃 欺笑 被人出卖 好像也是这样子 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的梦想 怀有盼望 必有荣耀 和得胜 随之而来 遭受委气 感到烟枉时 若抱怨 仇视 逆境的心态 心里就会产生 无止境的愤怒 这种仇恨呢 是灵魂的什么呢 癌细胞 我们会心灵受伤 若犯灵魂的癌症 只有十字架来拥抱 什么呢 逆境 仰望神 神会将他化为盼望 所以今天呢 很多人说 牧师 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忍张 牧师 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退后 牧师 我们基督徒 为什么要好像 被欺负了 也默不开口 我常常说 耶稣就是这样 祂被淹网 祂被抛弃 祂被出卖 祂都不去生 祂就静静的顺服 因为祂的梦想 就是什么呢 死在死加上 为什么呢 来救赎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受的小苦难 会为我们成就无比的 永远的荣耀 所以不要买咽 也当你受委气的时候 仰望神 爱祂 知道祂为我们 预备 前面的道路 所以圣经说 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当你受委气的时候 你知道万事 这个委气呢 会有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的 被造的 我们是被造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的委气 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的祝福 记得 不论好事 或者坏事 有好处或吃亏 祝福和咒诅 只要我们拥抱 各样的 就要遭遇 一些呢 积极的忍耐 最终 都会付下的效力 所以 叫我们得益处 这个是一定的 成生呢 就好像 那个菜谱上 有甜 有酸 有辣 有咸 这些都 吃起来呢 很美味 所以呢 当我们有 委气的时候 不要放弃 不要自杀 不要离开 面对 求求帮助 给你力量 你一定会战胜 你的困难 你的人生 会美味 有营养 这个是 人生一定会经历过的 没有一个人说 我不要有问题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我不要有压力 这些东西一定会来的 在圣经 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说 如经上所记载的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神为爱他的人 预备美好的一切 即使看不见 事情或成就的 任何证据 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摸不着任何的证据 神仍来为我们 预备美好的事 对不对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耶稣 非常的爱我们 当你有压力 有危气 你受到危气的时候 记得 耶稣也曾经受过危气 他没有放弃 他 为了他的梦想 那就是来救赎我们人类 他乐意的 实在是加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们大家 好 我们今天就要祷告 现在来把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明白主 当我们受到危气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 在圣经里面 你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是 怎么 你被遭的人 万事呢 都不想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爱你 主耶稣 主啊 我们有危气 我们有压力 我们有问题 求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医治我们 心灵里面的病 谢谢你 主耶稣 为我们预备好前面的道路 我们奉耶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上 为难环游 永远的神 你是想会 祝福我的一生 永远的神 彰现你的爱 你我离开的海 永远的神 我又跟随你 我听从你的话 来送赞助 你是全能 一世心事 一世永远 不变更 心 让我这身 寻找你的音许 使用神的愿望方向 令我生命更新 心 愿意一生 顺服你的音许 陪优独播 为难环游 永远的神 你持下恩惠 祝福我的一生 永远的神 我永远的神 想见你的爱 我依然的爱 得一生 我永远的神 我听从你的话 爱属站住 你是全能 也是心事 你是永远 不变得